那么在说一下呢 它的传导啊 我们看今天市场呢 一开始的时候 眼光呢 第一是扑长 因为觉得这是一个全面降准嘛 这个流动性的释放 对股市来讲呢 是属于整体的利好 所以开盘的时候呢 还是以扑长为基调的 开盘的第一个时间 我切了图 3100家的股票是上涨 700来家的股票是下跌 也就是说呢 开盘的第一个动作是扑长 紧跟着呢 可以看得清楚呢 就是房地产企业相对表现的强势一点 因为总觉得这个政策呢 对房地产企业会更为直接一点的一个利好 对吧 那第三呢 就是这个高位的这些炒作很透的一些品种 在开盘以后呢 迅速走转 市场呢 还是采取了一个高开低走 主动杀跌 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呢 在盘中的后来转向啊 房地产股票的表现呢 并不是特别强 一般般啊 一般般啊 倒没有 占到花魁 啊 反而是什么呢 反而呢 是房地产产业链上面的这些品种啊 这个呢 表现比较活跃 比如说我们看建材 基建 工程机械啊 甚至呢 就是家居 家居啊 家居里头有很多展品的啊 就把它当作一个救命稻草了 对吧 这样的炒一下 然后汽车啊 然后家电啊 这些呢 今天都表现的比较好 那这里头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呢 首先呢 房地产股呢 炒这个 炒逆市啊 也表现了一段时间 在这个时候呢 市场呢 稍微渗一点呢 也很正常 但是呢 对优秀的房地产 这个股票来讲呢 它从走势的趋势来看 它已经完成了最艰难的阶段 就是基本上的做完打底 最强的呢 像像保利呢 已经可以说是完成了微型反转 这是房地产板块里头的一个情况 万科呢 一直受港股的拖累 那到今天为止呢 他也回到了基础上面的 初步的强势 我觉得他在基础上面呢 走出了第一个底部结构 这个到今天的时候呢 算是把这个底部结构呢 走出来 那他跟保利的 这个阶段性的差距 我觉得涨幅上面 起码差半分之四四 这个差距呢 落后也很大 所以呢 不太需要呢 担心呢 他后面呢 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而是呢 去想他怎么样的完成 这个逐渐的修复 这是房地产这部分 房地产产业链呢 这个迅速的转暖 迅速的转暖 我觉得这里头呢 寄托着市场美好的预期 就觉得房地产 是不是又活蹦乱跳了 又可以起来了 又可能带动上下游了 就是这里头呢 是在宣泄 一种乐观的判断 但我认为呢 房地产行业呢 不会那么乐观 所以这个传导呢 不一定那么有效 这个呢 我是做一点保守 但今天呢 你周涨几个点 也没有问题 因为毕竟还是一个转折点吧 对吧 所以呢 他是寄托着市场呢 很乐观的一个判断 就是释放流动性 然后房地产呢 这个政策利好 然后呢 回避房地产股票 去操作呢 他的上下游 这是以前的路子 这叫路径依赖 熟悉的记忆又回来了 这很正常 但是历史呢 不会简单重演 我觉得房地产的修复呢 不会那么容易 那么快 传递呢 也不会那么有效 因为他是一个战斗戒员 老百姓呢 是被教育的一个过程 人比购买力呢 未必有那么好 所以这个市场 可以乐观一点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传导呢 未必那么有效 这是一个呢 盘断上面的一个差异 那第二一个呢 就是这次政策出台之后呢 它不会是一个 孤立的政策 它应该有组合权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想 说政策呢 进一步呢 推动一下 对消费啊等等 这些呢 有定向的一些政策 这是可以这么去想的 对吧 所以呢 你也不能够说 这些消费的转强 他都完全错误了 那这是呢 第二部分 那就是说 其实还是可以 包含有期待后续政策 这样的一个预期 对吧 这是第二部分 对吧 对吧 感谢观看